早了分钟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吴敦义 吴敦义跟韩国瑜心中最公平的初选结束了 这应该是许多年来 总统副总统的初选 采用最公开 而且参与的人数最多 并且所有的过程最透明 国民党终于承认以前的初选都不公平了吗 你以为初选赢了开心的是蔡英文 你以为初选赢了开心的是韩国瑜 我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 但其实真正赢了大局的人 是我们老坚俱华的车轮首席祭司 或是白发魔屯王吴敦义 国民党今天终于召开中场会了 除了通过提名告示韩国瑜参选2020总统大选之外 同时也删除了兼任总统兼任党主席的条款 外界认为这是党主席吴敦义 他打赢了自己的位置保卫阵 车轮党规千百条 敦义想玩自己瞧 这波被动连任党主席操作 把党主席全力瞧上天 也把韩总的路都封死 我们心中没有任何的围墙 在国民党风光的时候敦义风光过了 那时敦义觉得自己有天会当总统 在国民党惨淡的时候敦义也敦过了 那时敦义也觉得自己一定会当总统 2018的大胜利后 敦义觉得自己正在实习总统 直到他发现国瑜超想选总统 敦义毛色顿开 发现他当不了总统 只能先不好玩里面的牛肉啦 牛皮牛肉很贵 于是魔屯王掌握了党内大佬跟裁员 一个卤肉饭 一个矿泉水跟4000万选举经费 就把东西统统抹在韩总脸上了 但是这些借款 我从来不经手 一边表态支持韩总选总统 一边推果冻出来分一杯羹 能量消耗完了 主席就出来改主席的修正案了 韩国瑜总统之路走得颠簸 蔡英文的连任脚步 在韩粉加持下相对稳健 但用心看的你会发现 魔屯王的位置 才是真正高大上 爽又肥又他妈超稳的位置啊 精品 立伦 台名 国瑜都在魔屯王的局 在魔屯王眼中 郭导 韩导都是新人导演 国民党的实地分无非非 导演兼致剧本灯光演戏一条龙 让子弹飞一会儿 有没有什么要指教的地方 教父的埃尔塔西莫来了 小丑女马格罗比来了 打熊的李奥纳多来了 平常不来的比特也来了 只因为导演是黑色幽默之神的鬼才昆廷 最新立作从前 有个好莱坞 7月24不容错过 洪梦凯 台湾庶民英雄队长韩国瑜出现 誓言要带着完全不团结的国民党 夺回2020总统宝座 这么一个不怕粉身碎骨承担任何职位的超级英雄 又怎么会辜负那90万个投他的优质高雄人呢 国瑜 国瑜 韩国瑜 都在都在韩国瑜 整群韩粉都是国瑜的老铁 但整个高雄市都是国瑜的摩铁 拉近来打出去国瑜被动选总统 和总统初选 您是不是要代指参选 或者是说您会先把高雄市长这个职务放下来 纯新的带投入选举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说把高雄市长放掉 因为我这样 我没有办法对高雄市民交代 为了正确的政治伦理与责任 我们韩市长身为堂堂一个铁针针的汉子 自然不会犯这种错误 我们一定也要尊重国民党团的意见 我一定争取代职参选 永远跟高雄市民在一起 谢谢 哎呀这个跟我们认知不一样 星际战警你们又来了 拜托不要一直针对韩国瑜消除记忆 大家会一直觉得他是骗子啦 天底下有这种事 但一个猪队长最怕的不只是一群猪队友 更怕这猪队友根本就不是你的队友 我想在过去历届的一个选举来讲 就是说现职的部分也都有这个代职参选的一个过去的一些状况先例 那也一样就是说像现在蔡英文他也是现任的总统嘛 那他在参选进选连任2020的连任的时候他也是所谓的代职参选 所以如果说要用标准的话我想标准都应该一起 这个逻辑的结构跟思维的延展值得省思 所以孟凯的意思是蔡英文要先辞职总统 再出来登记选总统 太过分了 原来当年马英九也是代职参选 现在川普也要代职参选 而且连中国的习 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没事没事习大大不要有情绪 非有洪梦凯男友潘恒旭 身为一个韩粉真的很幸福 不韩国瑜 我们台湾就没机会了你知道吗 三上优雅 看到警告还选择留下来的勇者 恭喜你可以上车了 这时冰天雪地要穿很多的喜伯利亚 这时冰雪可爱没穿很多的三上优雅 让我们配着音乐就这样静静的人烧20秒生命 你们愿意吗 三上优雅 日本知名AV女優 SP148前成员 2015年发行的首支成人影片 就空降销售冠雅军 南光版拿到了销售冠军 DVD版拿到了销售亚军 原来这个领域还有蓝光的技术啊 这已经到了让人家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2016年获得最优秀新人女优赏女最优秀作品赏 2017获得最优秀女优 但网路上爆出一段12分钟的无码影片 女主角遭指示三上优雅 这个一码归一码 造成该关键字瞬间冲上排行榜 谢谢大家共同见证了老天鹅史上 最和谐最温馨网友最相亲相爱的100秒钟 如果订阅老天鹅将有一定的几率梦到三上优雅 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